什麼啦大乃怪 我們這個 你剛剛叫我什麼 大乃怪啊 我原本是有點難過啦 但是既然你這樣叫我樓花車 反正我們這個月花錢花完了 我們一毛錢都沒有存到 幹嘛啦 為什麼 沒有存到就是沒有存到 就是都花完了 錢全部都花掉了 我們不是說要交給你來理財嗎 嗯 那請問你要財都理要哪一句 後來發現我是一個拜金小姐 啊誰知道 反正全就花完了 是不是你太會買了 嗯 就現在都很好買啊 我是不是講你不要一直買一直買 你就是講不聽啊 嗯 你不用把過錯全部都怪我身上 你才賺那一點錢 你要我成什麼錢 巧富難為五米之炊 然後再來每個月怪我的卡費很貴 我根本什麼都沒買 那我們這個月大概花多少錢 11萬 11萬 哈嘍大家好我是亞斯汀 嗨我是大頭 今天的話題會有點沉重 嗯 因為我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 就是說我們 一個月大概是怎麼存錢 然後一個月可以存大概多少錢 嗯 大家就覺得我好厲害喔 因為我兩年就可以存到一間房子 就覺得啊都不細喔 超厲害的 小資族也買得起房子 這種感覺 然後時至今日啊 我就發現 奇怪為什麼我的戶頭的錢 好像有一陣子都沒有變了 稍微做一下賬 然後算一下 欸我的錢都花去哪裡了 然後後來發現 喔難怪沒有長大 因為我的錢都花掉了 我覺得在我講之前 要不要先倒杯酒給自己喝 我已經倒了 那是什麼 高粱 呃對 就需要這麼多 購買 好我們這樣一個月大概花了11萬 11萬 那我這麼努力存錢 到底是為了什麼 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像智障 對啊 何必那麼努力對不對 對啊 嗯 反正錢倒回來 橫數都花掉 我就跟你講 不要那麼會買 可是有些東西就是很喜歡啊 黑玻璃 我跟你說 錢不是不見了 他只是變成你喜歡的東西 你說 肚肚嗎 肚肚不是我喜歡的東西 我其實蠻喜歡 我 我花了很多錢 然後把我肚子養大之後 我再花很多錢 再去減肥 對 然後這樣我肚肚消失 而且我發現 我們有很大一部分的花費 真的是在吃上面 嗯 那我們到底花了些什麼呢 好 那我今天這支影片 就是主要來跟大家剖析一下 我們11萬的花費 到底是哪裡來的 嗯 到底為什麼我工作這麼久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存下很多的錢 好 那我自己有做了一個表格 那我會附上圖給大家看 我們一個月花了11萬左右 然後有3萬塊會花在房貸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是房租 還有水電 其實房貸、房租、水電 這都是必要支出 然後水電是2千 嗯 這很必要啦 加起來就5萬塊 就是我需要一個吃飯、喝水、尿、尿、洗澡的地方 我就得花這個錢 嗯 我們現在在台北工作 所以我們就是北漂青年 辛苦餒 對 所以我們房租就是另外的花費 而且這就佔了我將近所有花費的一半了 就大概有46塊是花在這個上面 第二個其實我覺得也是蠻必要的 就是我們的保費 以保費來說的話 我自己的花費是4千2一個月 然後大佛是4千5 然後再來就是投資 因為現在大家或多或少都會投資吧 嗯 我們自己對投資有什麼概念 交給倫倫就是投資 哈哈哈哈 很險啊 我覺得這個辦法不行 原本以為放在我這裡一塊會變兩塊 結果放在我這裡跟丟水狗一樣 哈哈哈 一塊變負十塊 可是會變成你喜歡的東西啊 慢慢的倫倫 嘿嘿嘿 算還不錯啦 對啊 肉肉的多可愛啊 而且就是趴的時候都會有那個 還會有肉身啊 感覺很痛 比骨頭的好 你看你就是沒撞過骨頭 你都撞肉 吃好都不知道 好 以投資來說的話 我一個月會平均投資5千塊 然後大佛是平均投資4千塊 其實我們就是少量投資少量投資 然後定期 對 我們就是定期定額的那一種 那我自己投資的經驗還蠻特別的 我有買過什麼 股票基金 期貨 權證 就是很多投資工具我都有接觸過 我自己最印象的是我買過一支股票 那個時候 我買在130 然後它跌到120 我買了12張 我賬面上是虧多少你知道嗎 10塊 好大佛算數時間 拿著你的手指 大佛算數的時候都要這樣 10 11 12 12 3 4 等一下買了 總共買幾張 12張 12張 買多少錢 130 130 對 跌到 120 跌到120 對 所以跌了10塊錢 對 所以這10乘1000 再乘12張 對 這樣就知道 一張新拿著 等一下 12嘛 然後 對 跌了10塊 對 123 跟10 8 12萬 是嗎 沒錯沒錯沒錯 我的好寶寶貼紙 好寶寶貼紙 好 當時我的照片上是賠12萬 嗯 你知道以一個20出頭的小男生來說 這照片有多恐怖你知道嗎 當時我的照片上是賠12萬 我就快嚇死了 因為我把大頭三個月的薪水 就可能就是 付諸流水 我壓力超大 我面前睡得好 後來他回到130的時候 我就覺得 解套了解套了 之後他長到133的時候 我就 出場了 出場 我就賺了3萬6 我就賺翻了 很棒耶 賺了對不對 對啊 結果呢 我賺了大頭一個月的薪水喔 然後後來我下個月看 幹他300 你知道我一張就是賺170塊 170塊乘你12張是多少 不知道 不用算 204萬 所以 我同事家就跟我說 他晚一天賣就多賺幾千塊什麼 我錯過的是204萬 你錯過的是幾千塊 是你的終究會是你的 不是你的終究不會是你的 對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生活我真的沒辦法過 所以那種大進大出那種股票 我真的沒辦法玩 因為我那幾天真的是完全睡不好耶 嗯 然後我就壓力很大 然後我很怕被大吼發現 然後他會罵我 看那個綠色然後復死了 完蛋你會嚇死我 然後 對後來我們就發現 我自己這樣子 定期定額的存 定期定額的投資 我反而有賺錢 我定版本比較好一點 對然後我反而睡得比較好 所以我就比較傾向這種投資方式 然後我們在這上面花的錢 就是投資加保費 我們一個月大概就是一萬八 嗯 所以我覺得保費也是蠻必要 因為我自己也是保險收費戶 但我們家從好就是保險收費戶 就是這樣子長大的 所以我其實還蠻信任的東西 然後這總共在我們花費17% 然後剩下的37% 就真的就是 你可以控制的生活開銷 吃河大沙 對我來先講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明以時為天 大家生存下來都得吃東西 好 我們佔伙食費的話 其實我們在大台北地區 生活大不易啊 不要說生活大不易 真的是你買一杯飲料 大概就是一個便當的錢 阿伯 便當那麼貴 你剛剛講有用嗎 沒有用可以丟東西啊 丟什麼 不知道啊 輸啊 或者什麼 價目表 之類的啊 好 我們以一餐一百塊為基準 我覺得這應該差不多 一餐一百塊 很辛苦來台北一餐一百塊 對其實一餐一百塊是真的吃不到什麼 但我真的是這樣子要求彼此 就是一餐一百塊 後來就發現 一杯飲料其實就要一百塊 哈哈哈 但我們真的就是這樣吃 就是一餐一百塊 然後甚至自己煮 然後我們這樣一天的話就是 六百塊嘛 因為兩個人 我們這樣三十天下的話 我們平均會花費就是一萬八 一萬八在伙食費上 天下也很恐怖對不對 嗯 可是一個人九千塊其實也差不多 就真的差不多 而且你吃很省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偶爾會吃大餐 因為像我領薪水的話 這個禮拜我就會說 欸 難得領薪水 我們就吃好一點的 我們一個人平均就差不多一千塊吃大餐了吧 差不多啊 還是我們這樣其實很勢勤小民 就差不多的家為吧 吃到飽 可能對各位就是有錢的人 大家就會覺得 要吃一萬塊才的大餐 一千塊 一千塊什麼 吃了會過敏 好 沒有這麼嚴重 好 我們以一千塊為例 我們一次吃就是兩個人嘛 所以我們一個大餐是兩千塊 好 我們就是大概兩個禮拜吃一次的話 那大概會花兩千塊兩千塊 所以我們一個月大概的話 在比較奢侈的一餐 大概會花四千塊左右 好 所以我們在吃的上面大概就花兩萬二左右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 這一個花費是真的還蠻不必要的 就是健身房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看我 我是有去用啊 我真的有用到那張會員卡 因為我會去拍照 我也有用到啊 嗯 你去幹嘛 監督你 所以我一個人就是在旁邊拍照 然後一個人就在旁邊這樣 這是我們用健身房的方式 所以我們一個月花兩千八在健身房上 是真的蠻浪費錢的 這個錢真的打水漂 看你的肚子也知道 對 還有我的奶 對 這也是你的新的綽號的由來 還蠻可愛的啊 大奶怪 我突然覺得就是肥海上其實蠻可愛的 甚至脂肪怪我都可以接受 大奶怪我真的不行 大奶怪主管 我也是你的主管 對啊 你也是我的主管 嗚 我以後來也是大奶主管 只是我的是尖的 右尾的是方的 我可以夾出這支筆喔 你夾 我看 然後再來就是 我覺得也是蠻浪費錢的 你說我身後的這個嗎 對 但他們就是真的也不能反悔 有總共五隻寵物 就是三隻狗兩隻貓 個別就是 Colorful 卡卡樂樂 福福 跟 查理布朗 查理布朗 我真的覺得我取名超好創意的 他們真的是乾坑耶 他們一個月大概花五千塊左右 真的是超過 因為五千塊就是基本需求 因為三隻狗是貴賓 他們需要那個大美容 然後再來他們的飼料 然後他們就吃很好 他們一個月光是飼料錢 其實就三千了 然後貓的飼料錢大概是兩千 嗯 貓吃更好 光是讓牠吃 一個月就要五千 然後狗兩個月還要大美容一次 大美容大概三千 所以兩個月 那我接受了 我要再加一千五 我好想哭喔 我哭不哭 眼淚是珍珠 越哭越像珠 可是我覺得你也不要這樣想 他們也帶給你很多啊 很療癒啊 對我真的還蠻享受的 每天回到家都有屎可以撿 對啊 然後我 偶爾早上起床會踩到尿 要把眼鏡戴好才可以下床 也是蠻療癒的啦 對真的 非常建議大家都講的是寵物喔 嗯 保證你可以修身養性 脾氣好到爆 然後再來就是管理費 我們租屋跟我們的住處都是電梯大樓 那電梯大樓的話 它都會有所謂的管理費 因為就有門禁嘛 我們的管理費一個月大概是兩千五 也是不便宜啦 對其實蠻痛的 一個月兩千 哇 它就幫我收個包裹而已啊 我又沒住在這 然後讓我不用追垃圾車 不是我沒住在這 我住台北 然後再來就是車票 因為我們在台北的時候就要通勤嘛 我們其實有騎摩托車那就有郵錢 然後我們自己去找客戶 或者是幹嘛幹嘛的時候 可能會搭捷運 然後還有我們週末的時候會回家 然後就可能搭高鐵或台鐵 那我們這樣走 我偷偷現在兩個人的車票 錢大約落在五千塊左右 五千塊的車票 欸差不多啊 你每個週末這樣回來一趟啊 可是你不覺得這個畫面很恐怖嗎 嗯 好然後再來就是最後一塊 最後一塊其實就是公益 以公益來說 我大概每個月會捐兩千塊左右 然後我捐的對象其實主要都是家福中心 或者是一些集資活動 那我捐的對象通常都會是幫助小朋友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會選擇幫助小朋友 是因為我覺得 我可能我們就不會有小孩 那我不會有小孩沒有關係 我可以去幫助別人的小孩 所以我每個月都會用一些錢去捐一些公益 這個就是可以號召大家一起做的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錢花的還蠻有意義的 我覺得其實很開心 然後這樣總total下來 我一個月 我們的開銷大概落在十萬七千 非常的多 對 十萬七千我看到真的嚇到 因為我們之前在存錢的時候 我一個月大概只有花兩到三萬 嗯 那個買房子的時候 在存買房子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不用繳房貸 對 然後現在我光是房貸就三萬 然後我後來還翻出去 我房租就兩萬 光是這個我就花了五萬 所以跟之前的花費根本不可同日而遇 然後後來寵物也越來越多 然後花費就越來越高 我覺得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段期間的改變 因為大家如果去看我們之前的影片的話 就會記得就是 當時大頭的收入大概就是高我一點點 但以現在來說的話 我是高雜非常多 所以我們其實角色上有點不太一樣 以前我在存錢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 有點像是兩家婦女 大頭每個月就是賺錢 然後回來給我 然後我們就是把錢存在一個戶頭 然後就是要慢慢存嘛 那現在呢 現在也一樣 其實現在模式都沒有變 嗯 我這個模式沒有變 只是說 放進去的錢 誰放的比較多 這個角色可能變了 以我的角色來說 我覺得情境變化蠻大的 你知道嗎 以前是兩家婦女 但現在是職場女強人 哈哈哈哈哈 你不覺得這個轉變其實蠻勵 還蠻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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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以前真的就是 我都會跟我同事說 我先生就是一個月他都會把錢放到我的戶頭 然後我會再把它存起來 然後現在 他每個月存進去都會想 嗯 這麼少 怎麼這樣 哈哈哈 然後我放進去很多 然後我想說 哇 不光品吧 哈哈哈 不過我覺得我們兩個建立一個蠻好的模式 就是 我們清楚的知道我們的花費在哪裡 然後每一個月你可以花的錢 其實就是 我的薪水 扣掉我應該要存的錢 剩下就是我要花的錢 然後再來就是我存錢 我是存到 大頭的帳戶 我管帳 但我不碰錢 然後大頭 不管帳 他也不碰錢 那個雖然是大頭的帳戶 因為我沒有卡 對 我們沒有那張卡片 那個戶頭是沒有卡片的 所以我們把錢存進去之後 我們是領不出來的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造成一個還蠻良好的模式 所以我每一個月 我在扣掉那些帳單 上個月我的花費 我的帳單扣掉之後 還剩一筆錢 然後那一筆錢 我會把錢全部都存進去 可是我還是會留一點 就是我們兩個 各一萬各一萬的生活費 然後我們就是用這種方式存 所以我們每個月 其實或多或少都還是會存到錢 我覺得這個是我新的方式 因為畢竟我們的生活一直在改變 以前的方式可能已經不管用了 因為花費不太一樣 收入也不一樣 一直用改變 去順應設個世界的改變 嗯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樣子的模式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敏坤主任 一花要加油 好 我們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還有如果想要追蹤我們的生活 記得追蹤我們的IG 我們下次見 掰 掰噗 租金已經包含了管理費 所以我們就不算 可是我們的房 等一下 腳麻 腳麻掉 等一下 腳麻 等一下 哥哥腳麻 那妳是哪隻腳麻 我兩隻腳麻 等一下 腳麻 我看你幹嘛在這裡做喔 好等一下 腳麻 我要把這撿到花絮 好 腳麻 等一下 妳是不是不要給我腳麻 我都這樣子啊 我都沒有放下去 我不會腳麻 等一下 好嗎 我的腳麻 我剛剛多想一些梗 不然我們的影片 又會不會被博翔說無聊 他沒有粉絲濾鏡了 他都是說無聊 叫做乳愛我們 對啊 他這邊喜歡沈 配沈團 嗯